各位好 上两期节目我们已经梳理了启蒙辩证法中的第一层 对启蒙概念的阐述 通过破解神话已是启蒙 启蒙倒退为神话的逻辑 得出启蒙走向自我毁灭之境的结论 但我们留下了一个最为关键也是最难解的问题 就是启蒙理性究竟是如何走向自我毁灭的 为什么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理性就丧失了对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这关键一环 从而跌落为工具理性 现代人如此非理性地陷入到对理性的崇拜里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接下来我们用两期课程为大家慢慢阐述 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 启蒙理性之所以被败坏 是有一个终极原因的 那就是权力 在启蒙辩证法中有这么一句话 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 启蒙精神造就的理性神话 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统治 也就是说 启蒙理性最终的总指向是对权力的向往 可能大家初听到这个观点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在我们常识看来 启蒙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要去除愚昧 启蒙理性帮助人从无知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怎么就跟极权主义跟权力扯上关系了呢 是的 这正是霍荷海默与阿多诺的一个深刻的洞见 启蒙理性发展到最后 沦为了权力的工具 这也正是启蒙理性走向自我毁灭 带给人类灾难的原因所在 好 接下来我们就慢慢去展开这个逻辑 在霍荷海默与阿多诺看来 启蒙自发端之初就存在着内在的缺陷 在我们的印象中 启蒙意味着摆脱愚昧追求真理 那我们就要追问一下 人为什么要去追求真理呢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 就真的对真理本身有着纯粹的热爱吗 细想起来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 在一开始 人是处在与世界特定的关系之中的 当人受制于自然力量的摆布 而无法解释自然现象 无法找到应对的措施时 人的心中就会产生对自然的畏惧 为了摆脱畏惧 人就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 于是神话诞生 人们开始塑造神灵以去除心中的不安 而后人们又以非神话的哲学 用抽象思维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定性 最后来安顿灵魂 我们就发现 无论是以蕴含启蒙要素的神话 还是本就具有启蒙精神的哲学 首先要处理的是人和世界的紧张关系 把人从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和不安中解救出来 去除心中的畏惧 那如此看来 启蒙并不是以追求真理为原始动力的 恰恰是以摆脱真理去除畏惧为初衷的 对真理的追求反而沦为了摆脱恐惧的一个手段 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解释 好 那怎么一个情况就叫做你真正摆脱恐惧了呢 当你控制住了你害怕的对象 当你对自然和外在世界有了绝对的掌控权和支配权时 你就不再恐惧了 我们可以想想自己的日常生活 你之所以心中会有害怕的感觉 恰恰是因为你无力掌控那个让你害怕的东西 比如大家一定都参加过考试 考试之前你会怎么样呢 会紧张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不知道会考什么题目 你也不确定自己能否答对 那么克服紧张的办法是什么 要么你就是提前知道考题 要么你就是拼命地复习 力求对要考的题目达到最大程度的掌握 这其实就是通过控制对象来摆脱自身恐惧的办法 再比如家里突然钻进一只老鼠 你受到了惊吓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捉住这只老鼠将其控制起来 唯有这样你才能够消除恐慌才能够安心嘛 好 那回到我们启蒙的主题中来 人要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去除畏惧之感 就是要建立对世界的控制权 当世界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被人掌控起来时 人还有什么可慌乱的呢 控制 掌控 支配 这些词体现的是什么 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权利 于是乎我们这个逻辑就打通了 启蒙在发端之初就已经蕴含扭曲的因素 启蒙的初衷并不是对真理的探求 而是基于对世界的畏惧 以及对这份畏惧的去除 最终实现的是人对世界的绝对控制和统治 而这正是启蒙理性对权利导向的体现 好 这是我们破解的第一个层次 我们梳理了启蒙理性与权利的纠缠关系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人们如何通过理性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呢 为什么经过启蒙理性的洗礼后 人们会对这套启蒙理性的逻辑如此信赖 启蒙理性的权威到底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呢 这就要开启我们第二个维度的探讨 启蒙理性权威的建构过程 总结为几个关键词 去魅 知识 技术 工具 总的来说 经过这么几个步骤后 理性的权威就被建构起来 人们没有理由不陷入到理性制造的漩涡里 好 我们分别来解释一下 去魅是什么呀 就是去除魅惑 去除妖魔鬼怪这些错误的观点 知识呢 就是要树立对世界的正确的认识 诶 那我们想想看 没错呀 启蒙就是首先要把错误的认知给清理掉 然后寻求正确的认知 掌握正确的知识吗 这一反一正就表现为了追求真理的过程 但深入去挖掘一下 知识意味着什么呀 我们在培根那里就听过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 知识是什么力量呢 是改变世界的力量 在霍赫海默与阿多诺看来 培根早就归纳出了启蒙的主旨 人只有掌握了正确的知识 才能拥有人对自然的统治权利 权利与知识是同一词 好 这里我们就已经从去媚到知识 然后直接指向了权利 但从知识到权利 还有两个中间环节 那就是技术和工具 之所以认为拥有知识 可以支配自然界 原因就是 知识的本质是技术 技术就意味着方法 什么方法 改变世界 控制世界的方法 于是当知识落实为技术 并且将这技术 化为一种工具手段时 最后人便实现了 对世界的统治和支配 拥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如霍赫海默与阿多诺所说 无线电就是一种精致的印刷术 轰炸机是一种 更有威力的火炮 遥控系统则是更为可靠的指南针 当相关领域的知识 落实为某一项具体的技术时 这项技术又成为了实现某个效果的工具 这使人便成为世界的真正主人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历程 经由从去除错误的认识 到探寻正确的知识 到把知识落实为技术 到把技术变为一种实现某个目的的工具 这个过程下来最终的效果就是 人类去除了畏惧 达到了对世界控制的目的 正是这么一个过程 理性的权威就此被建构起来 也正是在这么一个本身就扭曲的逻辑中 人们越陷越深 当理性沦为人控制世界的中介手段时 人才能够借助理性摆脱恐惧获得控制权 而这样的逻辑 本身又强化了对权力建构的信念 于是启蒙理性经过这么一轮华丽的包装 让启蒙通向权力的道路 充满着无以伦比的理性色彩 也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 凡是不能够帮助人达到控制世界 建立对世界的统治和支配权力的因素 就会被逐渐摒弃 排除在外 这就要涉及到我们要解决的第三个维度 理性丧失掉了最为关键的自我批判的一环 人类文明从哲学走向现代科学阶段 理性沦为了彻底的工具理性 给现代人带来了灾难 那么关于这第三个层次 我们下期节目为大家解答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主要是探讨了启蒙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当启蒙理性沦为了权力的工具时 启蒙理性就走向了自我毁灭之境 而整个的逻辑就是启蒙自发端之初就以权力为导向 在启蒙之根就已经扭曲 这扭曲的逻辑之所以被大众接受 是因为理性经过一层包装 从俱昧到知识到技术再到工具 最后人实现了对世界的统治权 从而也就摆脱了恐惧之感 去除了最初对自然的畏惧之情 人们看到的都是表面上的 经过包装后的启蒙理性 对这样的启蒙理性精神表示深深的认同 也唯有如此这般的启蒙理性 才能引导人走向光明 但启蒙辩证法的视角 便是挖掘出了启蒙理性背后的内涵 那就是启蒙与权力的纠缠关系 这也正是霍和海默与阿多诺 对启蒙理性重新审视的独特视角 下期节目我们就去探讨一下 为什么启蒙理性中 那本来就有的价值理性 人文理性 实践理性 本来就具有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要素 就这么顺理成章式的丢失了 同时我们也看看 经由这样的丢失 理性沦为了彻底的工具理性之后 到底给现代人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感谢收听 下期见